山东省东平府 清河县的紫石街 在大宋朝徽宗帝众和年间 出了一件小事 这件小事却引出了几个风流人物 演出了万口中传 离奇相宴的故事 芙蓉面 冰雪鸡 生来聘艇年以鸡 鸟鸟以门鱼 梅花半寒蕊四开环壁 初见连边 羞涩环留住 再过楼头 款界多欢喜 行也宜 立也宜 作也宜 一棒更相宜 三月春光晚 约末将棋五大归来时分 金莲下了帘子 自取房内做的 也是何当有事 却有一个人从帘子下面走过 自古没巧不成话 因缘何当凑着 妇人正手里拿着插杆放帘子 忽被一阵风 将插杆刮倒 不端不重 终打在那人头上 妇人忙慌忙陪笑 拔眼看那人 也有二十五六年纪 松得十分腐辣 这个人被插杆打到头上 便立住了脚 但要发作时 回过脸来看 却又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 但见她脆弯弯眉 香喷喷樱桃口 粉浓浓红叶塞 胶滴滴银盆脸 轻描描花朵身 窄猩猩 尖翘脚 那人一见 仙子缩了半边 那怒气 早已钻入转娃国去了 便做笑音的脸 这妇人寝之不适 插手帮她 深深拜了一拜 说道 奴家一时被封失守 不肿官人 休怪 那人一面 把手肿头巾 一手把腰取着 怀懦道 不妨 娘子请方便 却被这 剑壁住的 卖叉王婆子看见 那婆子笑道 物子谁家 大官人 打着屋檐下过 打得正好 看官廷说 这人你倒是谁 却原来正是那 朝风弄月的班头 石碎寻香的元帅 看生药铺 复兴西门 单会一个 亲子的西门 大官人便是 风日晴河 慢出游 偶从连下 石娇修 只一邻居 秋波转 惹起春心 不自由 王婆子上前一步 暗子思量 来生意了 卖家里的运哥 也看了仔细 哟 卖茶卖出皮肉来了 王婆子催了一口 呸 捉东西 却说这西门大官人 自从连下 见了那妇人一面 到家坐立不安 于是连饭也没吃 走出街闲逛 又游荡回来 说来巧 刚走到街口 就遇上运哥 运哥卖家里 走街串巷 日里晃夜里荡 这街面上的事 只有没发生的 没有他不知道的 黑枕枕的头 香喷喷的口 脆弯弯的眉 冷清清的眼 两只金莲一点点 你说他是谁 他是阎罗王的妹子 武道将军的女儿 西门庆一把蜡烛 蕴色道 莫开玩笑 你是倩大 运哥软了下去 说道 他是武大的老婆 西门庆听 爹叫笑道 莫不是 人叫他三寸 钉骨树皮的五大吗 运哥道 重视他 西门庆大笑 叫起苦来 好一块羊肉 整生的落在狗口里 好一个雌儿 怎能够得手 西门庆日思不得 夜魅不得 浑身蚂蚁上树一般 突然 西门庆猛然想起 那贱壁卖茶王婆子来 坎坷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撮合的此事从 我破费几两银子 谢他 也不止胜的 于是 静止来到王婆茶房 与他说了此事 西门庆道 不知怎的 吃他那日 插帘子时 见了一面 恰似收了我 三魂六魄一般 日夜只是放他不下 到家茶饭懒吃 做事没入脚处 不知你会弄手段吗 王婆哈哈笑道 老生不瞒大观人说 我家卖茶 叫做鬼打羹 三年前 六月初三日下大雪 那日卖了泡茶 直到今日不发誓 只靠些杂衬养口 西门庆听了 笑讲起来 我并不知 干娘有如此手段 端的与我说这件事 我便送十两银子 与你做棺材本 你好交这词 与我见一面 王婆笑哈哈道 今日时对你说了吧 这个词而来历 虽然微末出身 却到百灵百利 真知女工 百家歌曲 双路向其 无所不知 小名叫做金莲 娘家姓潘 原是南门外潘财凤的女儿 卖在张大虎家学谈唱 婚姻张大虎年老 打发出来 不要武大一分钱 白白与了他为妻 说着话的功夫 金莲打门口过 看得西门庆直言口水 王婆道 武大之两日出门早 大观人如干此事 便买一匹蓝筹 一匹白丑 一匹白捐 再用十两好眠 都拔来于老神 当下王婆收了绸缎锦子 开了后门 走过武大家来 说是预备兽医 要金莲帮着寻个裁缝 金莲笑道 若是不嫌食 奴着几日道歇 出手与干娘做如何 王婆千恩万谢 当晚回复了西门庆话 约定后日准来 当夜无话 此时清晨 且说武大吃了早饭 挑着袋自出去了 那妇人把帘儿挂了 吩咐银儿看家 从后门走过王婆家来 那婆子欢喜无限 接入房里坐下 便脑脑点一盏胡桃松子泡茶 与妇人吃了 闲聊些七七八八男女之事 打发时间 却说这西门庆 打选衣帽齐齐种种 身边带着三五两银子 手里拿着萨金穿扇 也从后门进来 王婆笑道 这个便是与老神医料施主官人了 这位官人 本是本县里一个财主 直县相公也和他有来往 叫做西门大官人 家有万万贯钱财 在县门前开生药铺 家中钱过北斗 米烂重仓 黄的是金 白的是银 圆的是猪 放光的是宝 也有犀牛头上脚 大象口中牙 这西门庆一双眼不转睛 只看着金脸 王婆也偷瞄西门庆 不多时 王婆买了肥鹅烧鸭 熟肉仙炸 仙桥果子 跪来进一把盘碟虫了 摆在房里桌上 对金脸道 娘子且收拾过生活 吃一杯酒 金脸几番推托 奴家亮钱 吃不得 王婆道 老神得知娘子红仪 且请开怀吃两盏 金脸一面接酒在手 向二人各道了万福 西门庆拿起筷子说道 干娘 替我劝娘子些菜 王婆捡好的递过来 与金脸吃 一连蒸了三巡酒 眼看见底 被去烫酒来 却说西门庆推汗热 见王婆出去就开始脱衣 只见她一面伸手 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 却故意把桌子一扶 扶落一双筷子 却也是姻缘凑着 那只筷子 刚好落在金脸裙下 西门庆回声 寻不得筷子 满脸疑惑 金脸把脚尖踢着 笑道 在这儿呢 西门庆蹲下身去 且不识筷子 便去与她绣花鞋头上一捏 那夫人笑将起来 于是不由分说 抱到王婆床炕上 脱衣解带 共枕同欢 浇尽鸳鸯细水 病头卵凤穿花 喜滋滋连里之声 美甘甘同心待结 一个将朱唇紧贴 一个将粉脸斜衣 裸袜高条 肩膀上露两万新月 金钗鞋坠 枕头便堆一朵乌云 当下二人云雨才霸 终于各种一惊 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 大惊小怪 拍手打掌 弟弟说道 你两个做的好事 你偷汉子 你家五大郎芝 须连累我 不如我先去对五大说去 金脸慌得脸扯住裙子 红着脸低下头 只得说声 干娘饶恕 王婆便道 你们俩都要依我一件事 从今日开始 瞒着五大 每日修要施了大官人的义 早叫你早来 晚叫你晚来 若是一日不来 我便就要对五大说 金脸转着头 低声道 来便是了 却不从想 这三人的合谋共计 刚好被路过的运哥看见 看得一清二楚 傍晚 运哥便悄悄找到王婆 说与白天之事 干娘不要独自吃嘛 也把些干水与我瞎一瞎 谁知道 一个字没得 还挨了王婆一顿打 运哥被王婆打了 心中中没出气处 提了雪莉兰 一镜奔上街寻五大郎 说来 金脸从前种种 五大并非不知 现今可为难了 埋头当王吧 五大干 运哥不干 五大憋红了脸 愤愤地道 我去杀了狗男女 运哥拦住 莫急 明天我先缠住王婆 你看我一扔篮子 再杀不吃 当夜无话 次日饭后 五大只做两三扇吹饼 安在单子上 这夫人一先 只想着西门庆 哪里来理会 五大做多做少 当日五大挑了蛋 自出去做买卖 金脸巴不得他出去了 便学过王婆茶房里 来董西门庆 且说五大挑着担子 出到紫石街巷口 遇见运哥提着篮子 在那里张望 五大道 如何 运哥按住篮子 老哥哥 看我信号 不一会儿 等到西门庆 潘金脸都进了王婆家 运哥猛地冲进茶房 死死揪住王婆 五大见篮子扔出来 提到便往楼上冲 却不料 被西门庆一脚踹飞 当场口吐鲜血 运哥哪里啃 指着鼻子骂 西门庆你等着 我去找五二 他非把你打死不可 西门庆憋横了脸 当时没说什么 晚上便派两个人 偷偷跟着 将运哥做掉 可是做掉运哥 只能解燃眉之急 五二是锦颜刚 打火的英雄 兄弟众多 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盘旋二日 西门庆焦头烂恶 竟一点法子都没想出 紧接关头 还是王婆震得住 五大这副鬼样 死了却有人知 四千匹双为了他 再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然后把灵味一烧 紧跟着一顶花轿 爹死娘家人 个人雇个人 便是五二回来 没了踪迹 他能怎的 且说西门庆去不多时 包了一包皮霜 递王婆收了 王婆把这皮霜 用手碾为细末 递于金莲 将去藏了 金莲回到楼上 看着五大 一丝没了两气 于是坐在床边假哭 哎 都怪我 中了那西门庆的局 害你受这罪 五大别过脸来 叹气说 也怪我 也怪我 金莲一听 马上炒起汤药碗 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 那五大当时挨了两声 喘息了一回 肠胃蹦断 呜呼哀哉 金莲接起背来 想盖 却见五大蹊跷流血 怕降起来 值得跳下床 王婆听的 闯进来死死按住 一直按到五大没了动静 这件丑事 就这么被按住了 远近人家无一不知 都惧怕西门庆有钱有势 不敢来多管 只编了四句口号 说得好 看笑西门不时休 先见后取 丑名流 较内坐着浪一傅 后边跟着老牵头 西门庆取金莲到家 收拾花园内楼下三间 与他作房 一个独独小脚门进去 院内是花草盆景 白日间人尽喊道 即是一个僻静去处 大娘子吴月梁房里 驶着两个丫头 一名春梅 一名玉霄 西门庆把春梅叫到金莲房内 令他服侍金莲 赶着叫娘 却用五两银子买了一个小丫头 名叫小玉 服侍月娘 又提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造丫头 名唤秋菊 此时略过不表 却说重庆之日 家里热闹非凡 百事坛酒喝着金光 有差人再去街上买 西言有人传 说潘金莲的脚连三寸都不到 只有两寸九 那叫一个瘦小肩弯香软重 花子虚一听 来了劲了 非要去亲眼看看 亲自摸摸 任谁都拉不住 李平儿找来的时候 花子虚一烂虫泥 粗言粗语 很不像样子 新闻情道 不用在意 大概是真的喝多了 花子虚猛了一哆嗦 说道 你看 大哥了解我 只子莫若妇嘛 西门庆大笑 喝多了喝多了 今儿可是太高兴了 西门庆自娶潘金莲来家 住着深宅大院 衣服头面又香衬 二人郎才女貌 重在庙年 凡事如交似妻 百亿百随 淫欲之事 无日无知 且暗下不提 话说潘金莲在家 恃宠松娇 颠寒作热 日夜不得个安静 一日饭前 金莲突然要吃烙饼 紧催慢催 春眉又是个耐不住的 今后厨张口变骂 贼奴才 娘要卸你那腿来 娘等着吃饼 急得暴跳 叫我踩了你去来 这孙雪娥不听便爸 听了心中大怒 骂道 怪小淫妇 马回子败结 来到就是啊 锅是铁打的 也等慢慢来 预备下的粥不吃 胡思巴心 心出来要烙饼做汤 哪个是肚里回程 要吃烙饼 叫五大做啊 偏叫他堵死来 潘金莲扭着腰 气狠狠走来 脸色蜡黄 终于开口 西门庆一走到边上 不由分说 向孙雪娥踢了几脚 骂道 贼一歪刺骨 你如何骂他 你骂他奴才 你如何不逆跑尿 把你自己招招 孙雪娥被西门庆 踢骂了一顿 敢怒而不敢言 是否五月娘来了 才哭天抢地的好 吃了潘金莲的气 孙雪娥如何验得下 日里夜里的 和丫鬟小玉两个人 轮流猫在后花园 果然 不到三天 就亲眼看见 秦童进了房 还看见 潘金莲送了一个香囊 西门庆一听 暴跳如雷 那秦童当即被叫了来 差点被胡胡打死 这还不算完 西门庆又抄了条皮鞭 冲到后花园 抽到西门庆哭爹喊娘 潘金莲一听 是因为香囊 马上变了个脸 奴家冤枉 却是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春眉也叫苦 爹爹进来变大 却不问个清楚 这香囊丢了几天了 哪儿都找不到 怎的被那琴筒捡了去 西门庆一听 眉头才舒展开 这么说 是个误会 春眉道 只有爹爹动人家老婆 谁敢老虎嘴里拔毛 俗话说 妻不如妾 妾不如头 潘金莲再好 晚上三两月 也先逃便烂逃 说来 西门庆的后花园 和花子须家 只有一墙之隔 这花子须又是个酒猫子 逢酒便喝 一喝就醉 每个人样 夜夜亮李平儿 在一旁寂寞 不免让人看了难过 西门庆也正好家里玩腻了 在墙根挂上梯子 一夜私会李平儿 云与乌山 不在话下 那之后不久 某天 毫无来由的 花子须突然被抓走 李平儿慌了神了 赶紧找西门庆帮忙 经过打听 此事为花子须兄弟所为 花家兄弟为了 中夺老太监的财产 将花子须告到官府 说他私藏财产 李平儿脸色辣黄 老太监临死之时 看这帮侄子们不重计 所以把珠宝银两 都交于我保管 西门庆眉头紧锁 不妥 你得赶紧处理 被发现就完了 就这么着 李平儿连夜搭架子 将十几箱珠宝银两 翻墙送到西门庆家 实际上 这不过是西门庆在搞鬼 他早听说老太监 留钱的事 只是一直没有线索 某日在李平儿房间 看见封条 这才下手 他一方面 串通花籽油花籽光中财产 另一方面 又假仁假义的 帮着打点官司 并从中敲了 三千两大元宝 结果官府批断 花家住宅 田庄 国家变卖 平均分给花籽油等人 而西门庆 则把李平儿寄放的英子 拿出540两 买下了花子须的房子 花子须打了一场官司出来 银两 房舍 田庄 珠宝 都没有了 正好凑了250两 在狮子街买了一所房子住下 不久 就在气闷中 害了伤寒死了 李平儿满以为花子须死后 可以嫁给西门庆 没从想 西门庆喜心厌旧如此之快 他已经抛下李平儿 把花子须的旧相和吴银尔包占起来 李平儿因为撕裂西门庆 病榻缠身 完完都梦于鬼交 于是十一蒋竹山趁虚而入 即看病为由 竟由此献殷勤 不上几天 人才两得 就在李平儿的家里 开启蒋氏医诊来了 不过 医术有良谋 回春发妙手 不久就被李平儿踢下床来 没火惹火 惹起火来 又焦不灭 真叫人恼火 因此 蒋竹山常被李平儿赶到前面铺子睡 不许他进房 这日 蒋竹山受了一肚子气 正往前边走呢 只见两个人进来 吃得亮亮腔腔 愣愣 走在凳子上坐下 先是一个问道 蒋神医欠我们的银子什么时候还 蒋竹山愣了事 我并没有借他什么银子 来人听了 心中大怒 隔着桌子 搜了一拳去 将蒋竹山鼻子打歪了半边 蒋竹山再次醒来 已在堂上 来人拿出字句 上面还有蒋竹山的足意 下提醒立声道 白纸黑字 你还不认 其实 这不过都是西门庆使的招 李平儿出身豪门 破一些身家 谁人知道他还有身旧豪 倘若没有也就算了 倘若有 还是西门庆惹不起的主 那部银火烧身 西门庆故意亮了亮 没想到被这小子弄去 气傻我也 真是气傻我也 蒋竹山下了大牢后 李平儿再次差人来问 算是祈求了 西门庆咒骂道 贱货 捡个日子弄点轿子 抬过来算了 没几天 李平儿终于如愿以偿 嫁到西门庆家 可是 可是恼人 西门庆仍旧亮着 连新婚之夜都不来 枕上岩游在 欲尽恩爱伦 房中人不见 无语自销魂 一连三天 李平儿连西门庆的面 都没见着 知道这是他故意 使他难堪 心中羞愧难当 半夜打发两个丫鬟睡着 痛哭了一场 用脚带打了个圈套 将自己吊了上去 不知吊了多久 翘丫鬟迎春 迷糊 看见床边吊了个人影 吓得跑到隔壁 潘金莲房中大叫 忙活了半天 李平儿 呕出些轻毯 才活了过来 又是阴阴的痛哭 却说西门庆 大不进来 只见李平儿 在床上哭啼 先把两个丫鬟 撵了出去 搬了椅子坐下 这才指着李平儿 骂道 义音父 你既然亏心 哪里用得着 来我家上吊 你跟着那个矮王八 过去救完了 哪个让你来的 李平儿哭得梨花待遇 他拿什么跟你比 你是个天 他是块砖 你就是一毒的药一般 西门庆一听 立马计笑了大半 到这时候 我还想着押育 谁不原谅 谁是畜生 没多久 李平儿就生下一个 白胖小子 换做官阁 西门庆也凭着金银铺路 元宝搭桥 攀上菜台式的门路 步步高升 荡秋千 头肉糊 金蛋大银鹅 这种欢乐 哪是人间有的 就是神仙也比不上 转眼来到八右下旬 早晚开始凉了 李平儿守着官哥 睡在床上 桌子上点着银灯 丫鬟丫娘都睡熟了 但见 银河拱拱 玉露迢迢 穿穿好月拱寒光 透湖凉风吹夜气 交楼近骨 一宫未尽 一宫敲 别愿寒针 千岛江残千岛起 话言浅叮当铁马 敲碎私负情怀 银台上闪烁灯光 偏照家人偿欢 一心只想孩儿好 谁料秋来睡梦多 当下 李平儿卧在床上 似睡不睡 梦见花子虚从前门来 身穿白衣 恰似活着一般 见了李平儿 厉声骂道 泼贼淫妇 你如何抵到我财务与西门庆 如今我告你去言 被李平儿一手扯住他衣袖 殃及道 好哥哥 你饶恕我吧 花仔细一顿 撒手惊绝 却是难科一梦 醒来 手里扯着 却是官哥的一扇袖子 官哥是三宫死的 李平儿死在另一个三宫 西门庆哭到断气 而后继续生色拳马 继续夜夜生歌 直到东窟有尽 诗曰 豪华去后行人绝 萧终不想割喉咽 行见无微光彩尘 宝琴凌落金星面 欲接寂寞坠秋录 月照当时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 化为今日西陵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